好,大家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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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去到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五十六页 这是讲到跟杂寒经有关的问题 这个是第七个问题 叫做杂寒经的部类 次第跟部类 那因为导师把他分作五颂五十一相应 那么跟之前人的次第跟类别不一样 那导师在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分 那以前的人这样分 那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好 那现在来看 这是第二段这里 中间这里 论定杂寒经的原意本次第 而判别权经的部类 首先应该肯定的 杂寒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应以说一切有戏的古说来处理 好 在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应孙导师 基本上是 恢复这个杂寒经的次第 那么跟部类 那并不是要恢复到 加设结极时代的 的部类跟次第 因为也没办法知道 那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杂寒经 求纳巴陀罗翻译的这一个本 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好 那么既然我们拿到的是 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是求纳巴陀罗拿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杂寒经原本 它的次第 所以说一切有部 它编的次第跟部类为主 那么这个跟南传的不太一样 南传的是同谍部的诵本 应该是分别说细的 所以南传的是像我们是把五音送放在前面 那南传的应该是道品放在前面 而且它的记是放在前面的 我们是修多罗放在前面 所以重点不再说谁比较更接近 大家设的 而是这个我们既然拿得到的是 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那我们就把它恢复到说一切有部 那原本的次第跟类别 导致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说 那么第一个要肯定的是 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 那说一切有部留下来的资料最多 最多 因为玄状去纳乱陀 拿回来的也都是说一切有部的多 那资料比较多 比较容易研判 所以他说杂案经有三个部份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三分 那三分 三分教我们之前说过了 就修多罗企业跟记说 那最早其实就是修多罗 后来为了把修多罗这个经 那么遍于记忆 所以有所谓的企业 然后为了解说这个企业 他是不相应 就是不了意嘛 因为记诵的东西 就你要解释嘛 所以后来又有所谓的记说 那么这个是最初三分教的来源 那后来修多罗企业记说的内涵 开始有一些改变 其实是这样 那开始有所谓的如来记说 弟子记说 那么企业开始有所谓的重诵记 孤其诵 那么开始有这些 那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读阿含经 必须要先了解这 这一些他最初就是 他是怎么演变 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包括佛法也是这样 原来是怎么样 后来 后来变成怎么样 那现在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是这么样 那哪些是该保留的 哪一些是该舍弃的 所以要怎么样 要能够理解 哪一些是当时的方便 现在已经不成为方便了 哪一些是当时的方便 现在还是很好的方便 那么佛法在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加以研究 包括 其实 就包括佛法最核心的道理 缘起握 这个是佛法最核心的道理 能不能解脱 就看你有没有见到缘起 有没有正到无我 见到缘起就一定正到无我 正到无我就一定见到缘起 好 那么即使包括缘起跟无我 这两个 这可以算一个 但是就是它两个概念 它是一个 就是包括缘起跟无我 这两个核心的概念 它都产生变化 所以缘起 到了部派 有四种缘起说 到了大圣 又有四种缘起说 那 它已经产生变化了 那无我呢 其实无我也是 后来的人无我 为什么到后来变成法无我 那么 这个法的概念产生变化了 那无我也变得相对复杂 那么这一些 我们都是要了解到说 都是要 因为佛法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一个概念 我们不只是学习知识 我们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跟理论 而不只是要解决问题 因为你知道了这一套方法跟理论 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如果你只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永远都有问题 所以佛法给我们一个很好解决问题的模式 追溯到根源 那我们要解决生死 要知道生死是怎么来的 那它什么是生死的根本 就一直追嘛 就到前面是无明嘛 无明就是什么 不知道无我嘛 就一直追 那怎么会产生无明的 它是心跟静的变化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么了解到 如是阴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其实我们要学的是这样的一种 就是一种概念 观念 思想 那么借由这药的观念 解决一切的问题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那么你了解到佛法的根本 就是解决问题 要从问题的症结 就好像要治病 要查到病因 找到解决这个病的真正的药 那么观察吃了药的变化 这个病的变化 其实都是这样啊 慢慢慢慢 慢慢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个杂阿罕 为什么要 导师就在研究 为什么 那 要研究杂阿罕 因为杂阿罕是根本 那怎么研究 现在 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能拿到的只有现在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样子 它里面有哪些问题 那 我们要一一的理解 就好像 我们能接受的 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有哪些问题 那要怎么样去解决 不是都一样 这个其实都是一样这一套方法 其实就是缘起 那么 有因有缘世间集 所以 有因有缘世间集 知道了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面 其实问题就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到这一套方法很好用 不管你在解决知识上的 生活上的 烦恼上的 来自于生命上的问题 都是这样 就是苦极灭道的方法 很多人 其实你要好好想这些问题 就是说 慢慢慢慢你了解了这个佛法的核心 佛法的核心就是生命的核心 真的 那么生命存在种种的问题 就是生活上的问题 生命上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它都有因有缘 在这种种的因缘底下 它都有 真有根本的问题 有主要的问题 你把这些问题找出来就是了 好 那我们只是说到 导师在解决 看起来好像是 这个知识上的问题 那其实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正确 那现在来看 它说杂案经有三部分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修多罗企业记说 弟子记说 如来记说 就记说有这两部分 那么三部分综合而成 就是原来的杂案 一于解释理论 根本说有一切有不 匹奈也杂事 匹奈也是律 那么这个是解释律的 那么于解释理论 解释经的 解释杂案经的 那个就是法跟律 那么于解释理论解释 说一切有不的经 那么说一切有不 匹奈也杂事 是解释受一切有不的律 那么了解受一切有不 当然要跟他 要从他传颂下来的经跟律 去了解 好 那么里面说到 众会是众相应 结极品 且妥所指的是同一个内容 且妥就是记 那我们前面讲到结极品也是记 那就有记颂的部分 叫企业 后来记颂包括 茄头企业很多种 优头纳都是记颂的名字 但是就是指的可能不太一样 那并一致的列在最后 这是修多罗以后集成企业的先后次定 就是修多罗是最先的 企业是最后的 那我们这里的修多罗 我们说过这里的修多罗指的是最初 语体文佛说法的这一部分 我们叫修多罗 跟后来修多罗指经 一切的经都叫做修多罗 这个观念不一样 包括说这个 比如说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也有咒 也有语体文 也有记颂 那么这全部叫修多罗 那么这个概念是比较广的 那么就像说修多罗次第所显 这个修多罗 上次我们有说过 上一堂课有说过 修多罗次第所显 这个修多罗指的是一切经 但是这里的修多罗指的就是 杂寒经里面相应 就是语体文这一部分而已 所以不一样 那修多罗之后集成企业 那我们说过 他为什么修多罗要集成企业 便于祭诵 有所谓的色诵 那色诵有两部分 精明的色诵 跟法义的色诵 那就是最先是修多罗 然后是企业 执企 就是日本的执企 那么他 一别意杂寒 别意杂寒是 眼光部的诵本 以祭诵 如来诵为次第 不知道别意的别部所诵本 是不适用于所有却有部本 他们没有先分别 这个是不同部派 那不同部派 他所重视的不太一样 就好像我们说过 四分律跟五分律 不同部派 四分律是法战部的 五分律是化地部的 四分律 在前面都一样 但是在中学法里面就有很大的差别 四分律是中塔的 有很多十几条二十几条 贵塔的戒律 五分律是中威仪的 那么对于穿衣服走路 那么行驻坐卧 非常的注重 加起来一百二十几条 都大多数在描 大多数是在规范 这个威仪的 那么他的重点不太一样 那么不同的部派 就是他的思想不一样 他的看重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 因为日本的这个直起 是以别意 别意是引光部的 那你用引光部的送本 来调整 说一切有部的送本 当然不合理 不合适 所以他说 不适用于说一切有部本 所以他虽然直起 直起用了八送六十三部 就是编排他的部类跟次第 但不适用 不适合 弟子所说 如来所说 既说部分 于且师弟论的本地分 以杂事 位置放在缘起这一部分 那么缘起时地 以借相应之后 念著等道品以前 你切论论 也论论涩事分 却又列在最前 就是本地分跟涉事分裂的不太一样 弟子所说如来所说位置并不稳定 表示了杂寒经部类分拌的问题所在 那么导师从这里看出来 同样是与且是地论 对于杂寒经的部类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说问题所在 那么求纳巴托罗翻译的杂寒经 弟子所说送第四品 而如来所说部分并没有别例为一送 却分散在五音送杂音送跟道品送 底下立弟子所说送而不立如来所说送 未免体力不一 好那这是一个问题 如恢复古说 不立弟子所说送与杂寒经的一本不合 为什么 因为杂寒经就三个次第 修多楼企业记说 弟子记说有如来记说 弟子记说 那怎么有两个 为什么只立一个 跟他的次第不合 所以如果立弟子所说送 又立如来所说送 那经卷的次第前后要大大的变动 他说像旅程这样 那所以 这真是进退为难的问题 那旅程是判四分十送 那日本的直起是判八送六十三步 那这反映的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 在传说中未知不一定的情况 就是先前的传说是这样 所以立这样 后来的传说又这样 所以后来的传说又立这样 就开始有这种问题 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 导师只是在解释他这么编的用意 弟子所说与如来所说 本来是分散在修多罗相应以下 后来才有别例的倾向 那时候如果导师的原因就是 本来都是分散的 因为最初就是修多罗 后来有企业 后来有记说就是解说的时候 它是分散的 但是觉得同类要把它说在一起 所以才开始有所谓的弟子所说 那如来所说就都分散在各个章节底下 一说一切有部诵本 探究经典的原始结构 应该分为五诵 也就是五品 所以 那么导师也是分五诵五十一相应 那次同牒部也是分五诵 但是它是五十六相应 那但是次第不一样 这个我们后来再来看 那所以他现在先讲到 那如果照说一切有部的 这个经典的结构来说 那么应该是分为五诵 也就是五品 那修多罗部分 以《与且师弟论》的摄四分 分为行处缘起十地界 那这缘起十地界后来就是 总括在所谓的杂音诵里面 那这个菩提分法四类 这与杂岸君的五音诵 六路诵 杂音诵 道品诵 相合 相合 修多罗四诵在前 其业八重诵在后 共为五诵 就是修多罗企业 还有所谓的元起十地界 菩提分法 这四诵在前 那么八重诵在后 其实就是五音诵 六路诵 杂音诵 道品诵 这四诵 那么 至于记说 就总共五品 至于记说 如来 弟子记说 如来记说 分散于修多罗之下 那么 这一分类跟相应不一样 不够名称与次第差别 那现在来看一下 原来的杂岸间 五音诵 六路诵 杂音诵 道品诵 八重诵 那相应部是 相应部是把记放在前面的 有记篇 然后因缘篇 运 处 大篇 这五篇 大篇就是道品 那么 他这个 他讲到 这个 威国 这个我不太会念 他向来是意为品的 相应部 日益 本作 篇 什么篇 什么篇 五篇就是五品 地址 所说 如来所说 既说的部分 杂岸间 分散而富于五音诵 杂岸音诵 道品诵以下 相应部是分散在 因缘篇 孕篇 六畜篇 大篇以下 杂岸间是说一切有部的诵品 相应部是赤同叠部的诵品 那如果分细的话 我们说上座部底下 主要就三大系 独子系 说一切有部系 跟这个分别说系 那分别说是底下 有法杖部 画地部 赤同叠部 影光部 有不同 那么两部同出于根本上座部 这我们说过 最早是上座部跟大众部 那上座部底下 就是说一切有部 根本上座部 那底下又分 说一切有分别说 分别说底下又有赤同叠 所以是这样 所以全经分为五篇 五颂 而弟子所说 如来所说 附列以下 可断定为上座部本的旧有结构 那我们这个是 说一切有部本的 那杂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 南传的相应部 是分别说部的 但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 都来自于上座部 都来自于上座部 所以相同的部分 可能就是属于 属于上座部原有的结构 不同的部分就是各自在改的 其实是这样 至于五品的次第先后不同 既说分布于修多罗而出入不同 那是上座部再分发 所以重行整治所成的诵本差别 就相同的部分就是大家传承是一样的部分 因为来自于同一个传承 上座部 那么相同的部分就是大家传的一样 不同的那肯定不是你改就是我改 或是两个都改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相应部分为五篇 五篇共分为五十六相应 这个是五宋五十六相应 导师后来改成的 我们这个是五宋五十一相应 就五个类别 那么称为相应是很正确的 说一切游戏的传说 也称为相应相应语的 杂阿寒就是相应阿寒杰 不过杂阿寒虽本为五宋 而宋一本以别利弟子所说宋 成为六宋 现在依汉义现存的卷制次第 确定了义师的卷数 以及次第错乱的改正 而推定原义本的次第 可依五宋而分成多少相应 我们来看一下 这我们也是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五音宋 那底下有这一些 那么我们就看 这个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六路宋 然后杂音宋 道品宋 主要这四个 那底下有这一些 道品底下有念正勤 如意足根 立诀 圣道 那因为四念处最后面 跟五根的最上面 都不见了 那四正寝 四如意足也不见了 其实是这样 那另外六路杂音宋里面 也有一个不见了 那其他的就是 类似像 这个讲 这个不坏禁 大家舍 这一些 还有所谓的病相应这一部分 八重宋 就 比丘 摩 天摩饭 沙门 婆罗门 那么这一些 比丘尼 那么 株天 夜叉 都有 好 那 这个是 五十种 一现存的杂寒 改正次第 就回复了 杂寒经 原意本的次第 表中上一个树木 是回复了原意本次第 下一个树木 是现存本的次第 就是 上面画原圈的 跟下面没有画原圈的 为了与相应部比对观察 所以不利弟子所收送的名目 全经分五宋 共分五十一相应 这个是导师 导师最后分的 五宋五十一相应 跟近代学者所说 有些出路 所以列加说明 那人家是研究这样 那你研究这样 那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就是导师 这样来说明 他列这个 在研究这个杂寒之前 先说明 为什么要这样编 他讲 这个 五音诵第一分四相应 因相应是五音诵的主体 就五运 共五卷 六七两卷中 罗头相应 剑相应 在相应中 也是属于运篇 断肢相应的部分 直起 判为五场 篮头 成就三步 追尾 综合于见相应 然从内容来说 与见相应是完全不同 这部分包含了无数经在内 然不外乎对五场五云的长断 当之当兔当静 当子当舍 当灭当末 所以略举而立为断之相应 那么 它里面有所谓的虚线 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虚线 表示是既说而附于修多罗的 应该是属于既说的部分 有虚线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像并相应 叶相应 这一个 有虚线的部分 它应该是既说的 但是因为没有别例既说 所以就附在修多罗里面 六路处送 只有主体的路处相应 一个相应 那么有五卷 没有附属的既说 那么考察这个相应部的六处篇 有延福居相应 沙门出家相应 穆建连相应 执舵相应 都是属于弟子所说 这个都是弟子 那么所以这可能是宋语本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 求那巴托罗这个本 为了集弟子所说为一类 将六路处送 所有弟子所说的 移到下面去 于是六路处送 只有一相应 就变成这样 杂音送 是第三个 其实就是 五蕴六处 跟缘起 杂音送里面重点是 缘起跟四弟 那这个是 我们要比较 知道的 就是缘起 我们就记这样就好 就是 讲无我 跟怎么证得无我 那么 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然后以三十七道品 四念初 乃至八正道 正得这个无我 那其实这个是四个根本的 我们叫它 运香叶 处香叶 那么杂音送 就缘起香叶 然后还有这个 道品 道品送 道品香叶 其实这样 好 那杂音送分为十四香叶 因缘以下 有关于四十的 一切众生 依十二柱 四十 仅有八经 一于结论 立十相应 但杂事 就是受一切有部的 律的解释 杂事 是没有十相应的 相应部也不立杂 也不立这个十相应 十是滋养持续生命的因缘 相应部是归入因缘相应 因为经数过少 所以有没有别例 别例一个所谓的十相应 其次是地相应 因为这些全部放在 缘起相应里面 那我们这个杂喊 就把它叫做杂音送 就比较多种 那前面的五印六处 就是单纯讲五印六处 所以叫做 那后面的道品 也是专门讲道品 那这里的讲的比较多一点 比较杂一点 所以叫做杂音送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归入因缘相应 那么因为经数过少 没有别例 然后是地 戒 那讲到这个戒 一般来讲 有时候戒是另外例的 但是戒都分立在杂音送里面 因缘里面 那说一切有部 基本上都是讲运处戒运处戒 五印六处 跟戒跟五印六处 是同等的 好 那这里讲到 这个 于解释迹论 利总云多难 就是色授 种亦等光等 授等为罪 罪为后 授是属于戒相应的 然与授有关的经文不少 自成段落 所以参照相应部 别利授相应 所以有一个因缘 地 食 戒 授 那这五个都有因缘的意义 是杂音送的主体 那所以这里 这个杂音送里面主要是这五部分 那么以缘起为主 主要是缘起 那四地 四十 十八戒或六戒 还有三寿或五寿 这一些 那从卷十八 到卷二十一 有四卷 利 舍利佛 目见人 阿那利 大家 詹言 阿难 执多罗等六种相应 那执多罗大概是在家人里面 唯一被列进来的 那他是智慧第一 跟舍利佛一样 在家里面的智慧第一 那执多罗藏者证到了三果 那么就是别利弟子所说诵的部分 原义本卷二十三 那么现存本座卷三十一 直起判为十三部 最为立为诸相应 内涵十三种相应 每一种相应都是一种类别 每一种相应都是一种类别 这未免过于琐碎 就太多了 那么 金分为四相应 就导师 现在他这个本 就只分作四相应 第一个 卷出说多帅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而说 如否说六经 可见六一天的前三天 在前一卷 就是 卷二十二 但卷二十二已经不见了 就是我们知道杂案经失去的部分 主要就是诸天相应里面前三天不见了 还有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 四正群跟四神族不见了 主要是这两个 好 就是我们现在的杂案经的版本了 这两部分是不见的 那么经中 赐说 四产 四无设定 而一之得胜果 或 生在天上 赐说云天 云天 又叫风云天 诸天 在各大地 之后 随着经行 这都是与天有关 那么 天相应 我们这个就叫做地子所说里面的天相应 那所以 说三条府的四众地子 比丘 比丘 你又破瘦又破瘾 那么这个是四众地子 说地子有三类 这是修行的人 那么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有三种子 有三类 它是叫做随身子 圣身子 跟下身子 讲一下好了 这在后面会讲到 那顺便 顺便我们顺便先 现在先知道一下 这好像很暗 会很暗吗 好 它基本上说 地子有分三类 前面不是有四类吗 四众地子吗 那这里的三类不是那种 四众地子的那类别不是 它是讲这样 讲到 讲到有三种子 就三种地子 它叫做随身子 这不知道第几经 要查一下才知道 随身子 圣身子 还有下身子 那这个随身子就是说 它是说父母持戒 子义持戒 这个子当然是指我们 那父母当然是指佛陀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像我们要受戒 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我亦如是进行受不杀身 就跟佛一样 那么这个是 随佛修学 这个叫随身子 那圣身子 父母不持 只能持戒 当然你不可能比 比这个佛还厉害了 父母不持 他指的就是 父母亲没有做到的 但是你反而能做到 你能做得到 那么这个就是圣 只能持戒 他讲到世间有这三种 那用过来讲佛法也是这样 只能持戒 那么下身子 父母持戒 只不持戒 就大概把它分作 有这三类 这个不知道第几经里面 我们后来如果读到 就会知道 我没有特别去查 我要第几经 好 那这个是讲到 这个 他是在讲到 善条府的四众地址这一边 那么 另外 还说 正段等三十七道别 不放逸 四禅 三明 信戒 诗 文会 那么无为法 虚头环 德 无奸 等 这个都是修正的法 就是修行的人 修正的法 这两部分 好 从大正战的八七三经 到八九一经 次第制成同类 就立为修正相应 意思就是修正相应里面 分两部分 修行的人跟修正的法 这两部分 那 那 那 前面有说到这个 诸天在各大地之后 随着经行 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 杂阿含里面 他就讲 阿那 阿那 跟随在佛后面 那么 犯天跟随在乔承鲁后面 四提还音跟随在大家设后面 四大天王就跟随在舍利佛 穆建连 居吃楼跟杰宾那四大比丘后面 讲这个 好 那他说以下十经 就八九二到九零一经 次第最难以懂礼 懂礼就是整礼 难有六经的体力相同 都是如内六处 如是外又六处 六四身 六处身 六受身 六想身 六失身 六爱身 这个其实就是 像这个次第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延起 无明行事 明色 六路 处受 爱 取有 那处之后 处去受 想失 你看 那之后就爱 爱取有 那就有六戒 五应 一如是说 从这个 从这个里面来看 那么这是以路 路就是六路 六戒 五应 为类的 从多数 立为路戒 因相应 路就是处 六路就是六处 戒 六戒 然后十八戒 因 五应 一般是讲运处戒 运处戒 那这个是路戒因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运处戒 那第四个 莫有 佛法 身 三经 以前后都不相类 难从如来 记说来看 中间隔着 菩提 分法 与同属如来 记说的 卷三十一 出说 灾 戒 何为 佛法 身戒 这个就是 事不坏信 以为 事不坏 进的 记说 可见 前后是 一贯的 所以 别例 不坏 进相应 就是 不坏 进 那么 这个是信行人 那么 道品 送 第四 例二十一 相应 正情相应 如意足相应 经文 已经意思 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 丢掉了两卷 就是 四正情 跟四如意足 这个不见了 那 五根 那么 就是 四年处有一些部分 丢掉了 五根 也有一部分丢掉 经文 已经意思 由于 与 且论 有 论意 所以能 立此 两种相应 经文 不见了 但是 论文还在 解释这个经的论文还在 那么 以见 原语本的真相 所以经文虽然不在 仍然把它列下去 但是没有经 只有论 其实是这样 好 从念处相应 到不坏 俊相应 共识相应 从 卷二十四到 卷三十 为道品 诵的主体 以下都是 附属于 记说 我们这样看起来 当然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理清楚 不是我们后来再去读 看那个导师的赤地 拿来对照看 就会比较清楚 但是这个只是要告诉你 导师编这个 扎喊 他为什么这么编 他的道理在哪里 所以这个我们不用记很清楚 也没关系 但是大概知道 他是怎么编的 那说 经卷三十 不坏净相应 与 于 且 师地率的色势分 有论意 属修多罗 卷三十一 虽以 上面不坏净的法义相同 但没有论意 属于如来所说 修多罗 比较前面都有论意 那这个地址所说 如来所说 记说的本来就是论意 原来 原来最初他就是论意 属于论意的 他说这一部分就没有论意 以前卷二十三末的 佛法身三清 和明不坏净相应 在名称上 以道品诵的不坏净相应同 未免美中不足 他就变成 也是叫不坏净相应 那相应部有五十六相应 那么三四禅定相应 五十三禁律相应 禅定与禁律 原文多事 其他那 那么也有 禅那 那么也有此缺点 大家设相应 以外道出家相应 七相应 即别一杂涵的两受 长涵部分 杂相应 那么 是九九二 一二四一到一二四五经 不知道日本学者 为什么称之为八重部 八重相应 这部分性质不一样 也没有次第可说 这里就是在说 它的次第跟部类 部类就是性质 那么所以明之为杂相应 那 他说 1039经到1061经 最为称之为 应报相应 随顺中国语法 应该是报应 英国夜报的报应 那么不如 但不如称为夜报相应 所以 报应是 一般人 民间的说法 那佛法基本上 还是讲夜报 那民间代表 也讲报应报应 如来所说 那么名义相同的 就不用多说了 八重宋第五 立为十一相应 诸天相应 就一相应部 分为诸天相应 天子相应 南一杂海是没有明显差别 歌手 所以总名为诸天相应 就南传 北传说的不太一样 好 那五音六路 有五音送 六路处送 杂音送 杂音送是元起为主 元起实地见 这些 那么道品 这个是最初最原始的部分 叫做修多罗 所以这个其实 我们常常看几次后 就容易记起来 佛法就两部分 道理 跟怎么证得这个真理 就是道路 道理是什么 就五我 五我分三个部分来说 五音五我 六处五我 跟元起五我 当然 元起底下还有六戒 十八戒 这一些 那主要 如果一 说一句有部的杂涵来讲 主要就是 五音五我 六处五我 跟元起五我 这三部分 那怎么样修行 那么 积极哪些功德 可以证得这个五我 哪些次第 可以证得这个五我 基本上就是 所谓三十七道品 所以这个道品送 五音送 六路处送 杂音送 杂音送 主要主体是元起送 那么还有 就是道品送 就四个 这也很容易记 好 那么八重送是企业 总为五送 那基本上企业一开始是 企业一开始是祭送 那祭说 是在解释这个企业的 那后来当然 也有些改变 所以八重送是企业 总为五送 祭说是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 见杂的赋予 修多罗相应一下 杂涵经元一本的部类 次第如此 就是 说一切有部的送本 这个杂涵 经过导师的考据 研究 那么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五送 不过现存本 多一些倦意的意思 倦次的错乱 倦是次第错乱的 导师就列出来 这几卷是错乱的 好 那么这个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杂涵经的次第跟部类 就是哪一部经在前面 哪一部经在后面 那哪一些经是一起的 这一类的 哪一些经是一类的 先要把它弄清楚了 好 那再看第八个部分 就是这个杂涵经的这整个的问题 基本上就有八个 那第九章是总说 总说杂涵经绘编这个诗 所以导师就这个杂涵经绘编的问题 那么全部把它就是整理一下 就是有八个问题 那第九章就是说 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编 那前面就是讲次第跟部类 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 看总目次好了 最前面 第一个是杂涵经的传逸 第二个是杂涵经的三部分 就三分教 这个是前面都说过来 那第三个就是 这个修多罗跟摩丹里加 那我们说摩丹里加 其实就是解释修多罗的 那再来就是讲 三部分的详细说 企业记说 那企业就是有记的部分 记说和如来记说 地址记说 那然后就讲修多罗 这是三部分 那修多罗就讲阿涵跟四部阿涵 那另外就讲杂涵经的次第一部类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这些都是之前讲的 好 那现在就来讲杂涵经跟相应部 大概差不多完了 有关的问题大概都说完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算本 那么现存的我们知道有三个杂涵 现存的杂涵 杂涵有主要有三个部派的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这个的 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杂涵 求纳巴托罗的 社医圈有部的 另外一个是别异杂涵 但是它只有二十卷 它只有二十卷 三分之一而已 但是它是眼光部的 做参考 那另外一个就是南传的相应部的 不是相应部 刺童叠部的 它是这个分别缩细赤童叠部的 那所以但最主要最完整的就是 北传的收一切有部 跟南传的赤童叠部 所以这两个要来做比对 到底因为导师已经讲过了 就是现在我们要读的这一本 杂涵经会编 它是怎么编的 它是说一切有部的版本来编 回到说一切有部最初的版本 并不是要回到大家设的版本 大家设的版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什么 因为已经不见了 那么我们流传的都是部派的版本 我们讲过嘛 佛陀时代的佛教 根本佛教 佛陀之后大家设结起的 原始佛教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全部都是部派佛教的 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到底佛当初说了些什么 也不知道大家是到底结起的什么 原貌是什么 没有 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资料 当时都是口传的而已 都是口传 到第三结起才有写成文字 那第二次结起都还没有 那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流传的 不管什么版本 都是部派佛教的 都是部派佛教 但是从部派佛教里面 可以比较接近原始佛教 从原始佛教里面可以看到 根本佛教 其实是这样来的 好 那现在来看 杂涵跟相应部 部派所送的杂涵 现存受一切有部的杂涵经 次同谍部的相应部 其他部派偶存一灵一般 那比较多的就是别一杂涵 都是眼光部的 加色一部 眼光部 那么他说一灵一般 其他都是单行本 一经一经的 也不足以看出什么 就是只是单行经 杂涵经也有 就好像法华经里面的谱门品 法华经里面的谱门品 有一本一本 就单行本 有这个 所以他说 偶存一灵一般 一灵就是一条鱼上的一个灵片 或一条龙 一般是 或是一条龙 龙上的灵片 那一般就是一只老虎 或是一只豹上面的一个圆点 剩下不多 好 我们先下课